卡努台风袭击南投仁爱乡陈灾 地方质疑中央应变中心撤除 对此内政部长今天出面回应 表示卡努台风还上台风警报解除后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虽然是解除放胎任务 不过相关的应变小组还是在持续运作当中 各种抢救灾害人力机具也都在第一时间来进贼区抢救 日前卡努台风袭击南投 好与让仁爱乡酿成灾情 地方把矛头指向海上台风警报解除后 中央应变中心撤除 对此内政部长回应 中央灾害应变机制一直都在运作并没有停止 否则南投也不会一直收到土石流警戒通报 海上的台风警报解除之后 中央的应变中心就会把防台的任务把它解除 那这也不过相关的一个应变的一个主标 包括像土石流或者水灾 还有交通工程或者是紧急应变调度等等的一个应变小组都持续运作 所以中央的一个灾害应变的一个机制一直都在 从来没有停过 内政部长指出台风袭击南投陈灾 引发中央与地方互杠希望还原事实 让大家救灾的工作都能做得更好 并强调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虽然解除了防台任务 但各部会应变小组还是持续运作 县市政府的应变中心都是第一线的一个指挥官 特别是县市长是第一线的一个指挥官 所以雨来的时候一定要再次提醒 相关的土石流的这个保全户 如果中央发布黄色的警戒 就是要你要提高警觉做好撤离的一个准备 内政部长强调 未来三天还有强降雨的机会发生 提醒县市首长要做好指挥官的角色 发布黄色警戒 就要做好保全户撤离到安全收容中心的准备 记者李靖阳台中采访报道